中国太湖如今已经淤积40年 一共有19亿立方米的泥沙 而就在此时 欧美各国等着看中国笑话 不聊下一秒 中国是二艘秘密武器直接登场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清理太湖泥沙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在中国的境内 有许多的淡水资源 包括很多的湖泊以及河流 都是十分珍惜宝贵的 不仅对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有着非凡的意义 同时对于气候的调节 生态环境的稳定 都是有着极大的作用的 太湖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湖泊 它的湖域面积极大 位居中国的第三大蓄水湖 但是在蓄水量上确实有所欠缺 就好像是一个又大又浅的盘子一样 虽然占的地方多 但是能够容纳的水却很少 平均深度在1.9米的湖水深度 即使是最大的水深 也只有4到5米左右 由于是天然湖泊 这样的水深虽然浅 但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比如说建立水闸进行蓄水等等 也会加大一定的深度 可即使这样 也没有很大幅度的加深 而水比较浅 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就是蓄洪能力 没有空间又何谈蓄水 但是虽然有着这样的弊端 可好处也是不容忽视的 太湖流域一带 有着鱼米之乡的称号 这样的名字正是因为湖内丰富的生物 以及能够出产大量的鱼业资源 这是因为比较浅的水环境 升温更加容易 湖水温度上升之后 更加适宜当中的浮游生物存活 进而很多以它们为食的鱼类 或是湖内生物 都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来源 那么太湖是天生就比较浅吗 还是后天形成的这种潜水状态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地质构造方面的原因 这也是太湖形成的基础地理条件 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它 本身就没有很大的地势起伏 也就没有了很大的湖床比 要是想形成湖泊 简单来说 最基本的就是地理环境 要有充分的湖床条件 直观一点就是有天然的地势落差 形成一个类似于坑的条件 才会汇集水源 慢慢积蓄成湖 而这个坑的形成 多数要仰仗于陆地的演变 太湖的前身 就是江南古路 经过不断的演变 在东南部和西北部 产生出两处凹陷 但是这两处的凹陷程度 都没有很大 也没有形成有力的纵深条件 除了没有很优良的 天然地理条件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淤泥的捣乱 根据测算 在太湖当中 泥沙淤积的总量 大概有19多亿立方米 而湖内的蓄水量 也只不过是44亿多立方米 其次 泥沙淤积也导致湖盆 出现浅平化的趋势 累计淤积量不低于19.15亿M 相当于储藏了84万吨的氮 60万吨的磷 湖中空间是有限的 本就没有多深的湖 再加上这么多的淤泥雪上加霜 太湖的深度则是进一步变迁了 那么 湖身较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又是什么带来的淤泥如此之多呢 其实 月湖中淤泥脱不开关系的 是一种叫做蓝藻的生物 这个家伙可是十分霸道 不仅和淤泥构成了恶性循环 还给整个太湖带来了危机 让他患上了蓝藻病 可能有人不理解 太湖的淤泥和蓝藻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 淤泥为蓝藻的增值提供了温床 而蓝藻的氾濫又反过来 加重淤泥的污染 两者之间恶性循环 太湖的水环境深受其害 早年间 在太湖的健康阶段 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蓝藻 水质也是十分清澈健康 整体的环境都是美好且原生态的 但是伴随着城市化 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日益高效 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大量的污水 废水都来到了太湖当中 因此 淤泥就是蓝藻越冬的种植资源库和营养库 也是太湖蓝藻病久之不遇的病灶所在 不仅如此 蓝藻的有机含量达76% 死亡沉底还会加重淤泥污染 例如 2007年蓝藻泛滥时 共湖北部出现大面积的藻膜堆积 在相应区域的底泥中 有机制含量高达13.01% 这是什么概念 太湖淤泥的有机制含量一般为2%左右 北宫湖淤泥的有机制比常规水平高了5.5倍 由此可见 治理太湖的蓝藻 就不能忽视对淤泥的处理 但问题又随之而来 太湖的淤泥相当麻烦 全部清淤绝非易事 一方面 太湖淤泥最大的特点是淤积量大 配套工程规模好大 清淤成本高昂 前文提到的19.15亿M还是2002年测得的数据 经过20年的沉积 自然淤积量应当更高 根据180万M年的速度计算 20年间相当于新增了3600万M的淤泥 而太湖清淤工程设定的清淤量也只有3000万M 不及淤积总量的2% 由此可见 治理太湖的蓝藻 就不能忽视对淤泥的处理 但问题又随之而来 太湖的淤泥相当麻烦 全部清淤绝非易事 一方面 太湖淤泥最大的特点是淤积量大 配套工程规模好大 清淤成本高昂 前文提到的19.15亿M还是2002年测得的数据 经过20年的沉积 自然淤积量应当更高 根据180万M年的速度计算 20年间相当于新增了3600万M的淤泥 而太湖清淤工程设定的清淤量也只有3000万M 不及淤积总量的2% 针对这一现状 欧美各国等着看中国笑话 不料下一秒 中国式二艘秘密武器登场 近日 由中交天航局成建的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 煤两虎去工程开工仪式在江苏无锡举行 太湖煤两虎虎面上 世界首创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态清淤 智能化一体平台船太湖之星首次投入使用 每日可稳定轻于5000立方米 并同步在船上实现淤泥压率固化 中国这次直接派出 是二艘太湖之星对淤泥进行清淤 据了解 底泥清淤作为治理太湖关键举措 可以有效削减太湖内源污染 降低氮磷释放总量 抑制蓝藻爆发 减少湖泛风险 最终改善太湖水环境 此次开工建设的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 梅良湖区工程位于 无锡市滨湖区梅良湖区域 清淤位置为三山岛 铝江口 谷竹运河河口等周边水域 以及梅良湖湖新区 马山岛东部等片区 工程采用设计施工一体化模式 将对梅良湖中度及以上的污染底泥 进行清淤和处置 湖区清淤面积约28.9平方公里 清淤工程量约834.1万立方米 工期60个月 其中2024年计划完成清淤量150万立方米 武锡市水利局合户治理和水资源管理中心表示 工程将大幅降低内源污染负荷 减少底泥内源释放对水质早晴的影响 提升梅良湖区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 促进泰湖水环境质量改善 助力打造世界级生态湖区 让泰湖重现避波美景 首次投入使用的泰湖生态清淤智能化一体 平台穿泰湖之星由中交天航局自主设计研发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环保输进智能化水平世界领先 是世界首创同类型工程传播 也是践行科技之态的清淤力气 该智能化一体平台传由新型智能环保清淤船太湖汛清一号 除杂调节船太湖之星一号和脱水减容船太湖之星二号组成 其生态清淤淤泥固化和围水处理等功能为一体 其有作业灵活化 生产高效化 功能集约化 绿色低碳化 管理智能化等技术优势 据中交天航局项目负责人李大伟介绍 该智能化一体化平台传在淤泥脱容减量方面 全面创新 淤泥固化不再占用土地 在水面即可完成淤泥压率脱水处理 太湖区域沿岸寸堵寸金 834万立方米的淤泥如果在岸上脱水处理 需要占用场地及白亩 淤泥固化处理后体积减少一半 但也需要一辆泥头车运输80万次 会对城市交通和安全造成很大压力 国家卓越工程师 天航局首席顾问 智能化一体平台船 总设计师顾名介绍称 这一装备的输尽浓度可达50%以上 是普通环保脚溪船的三倍 属于江河护库领域领先的 专精特新船舶装备 称得上太湖生态治理的新制生产力 从2022年开始 五溪太湖开展新一轮大规模轻鱼 至2030年计划用8年时间 总共轻鱼3456万立方米 太湖生态轻鱼智能化一体平台船的使用 将大大提升梅凉湖区的清余效率 推动太湖水质持续向好 早情不断改善 畅想新世代人水和谐共生太湖美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